歡迎收看瑞綠窗戶的頻道 今天我們用寫實畫風來畫 SOMI 全招謎的SOSO造型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次看到全招謎是在DumbDumb的MV 除了歌曲、節奏、明快、好聽之外 還有SOMI美貌與俐落的舞蹈 再加上MV視覺上非常具有美感 立刻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後MV短短不到兩天的時間 就突破兩千萬的觀看 直到目前為止觀看次數已經突破一億次 好驚人的次數啊 隨後在SOSO MV看到監獄的造型和背景 就覺得太苦了 那時候就決定要畫這張圖了 嗯 原來是十個月前的事情了 直到最近才畫 拖了好久了啊 哈哈哈 好 那就先來簡單介紹一下SOMI 擁有韓國、加拿大、荷蘭三個國家的血統 當過演員及模特兒 現在是韓國歌手 在2016年於Produce101得到票選排名第一 作為IOI成員出道 在2019年YG旗下公司以個人歌手身份 發行首張單曲BIRTHDAY 接著在2021年8月以單曲DUMDUM回歸 10月發表首張韓語正規專輯SOSO 期待SOMI未來還有更多更棒的作品 像這樣的厚圖、寫實風格 繪圖流程總共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完成草稿構圖 第二個階段主要是畫出黑白稿 以及灰基上色 第三個階段主要是上色 利用CSP圖層的混合模式中的顏色來進行上色 那我們就開始畫囉 首先我們來畫草稿 一般我會像臉部的草稿畫出來 感覺不錯的時候我才會再往下進行 再來是身體的骨架 以畫出整體為主 過圖人物身材及動作會稍微誇張一點 讓比較有漫畫效果 SOMI長髮、直髮帶有點微捲 所以線條會稍微彎曲 先建立一片一片的髮片 再簡單的將髮流畫出 增加道具與服裝褶皺 就目前來說草稿可以畫得比較隨意 這時候草稿線條可能又多又凌亂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畫完之後再修正畫第二次的草稿 第二次的草稿主要就是把凌亂的線條整理變少 看起來會比較簡單清楚 而這次我們會把一些細節表現出來 像是臉部我們運用一些漫畫技巧表現 開始增加個人的魅力與特色 例如眼睛水又大 眉毛表情改成八字眉 嘴唇有點邪惡的微笑 再增加一點眼淚的刺青等特色 來凸顯角色的獨特魅力 草稿整理後可以看到整體線條更加簡化了 接著臉部五官來進行微調 像是整形醫生一樣 把女生的臉雕塑的更好看一點 例如眼睛縮小一點 位置往上移動一些 這樣看起來可以更加成熟 接著進入第三次草稿 主要目的是將所有的線條明確細緻與簡化 這時候可以將圖左右近射來看 確定五官有沒有畫歪 歪掉的部分可以進行修正 這樣我們來確定整體線條模模不欠的地方 都要明確清楚表現 像是頭髮、衣服、褶座、細節的部分都可以確定 然後手指與指甲部分也是 像是一根一根一結一結的畫出來 第二階段主要是灰階上色 想像一下黑白照片 先完全不用顧慮顏色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配色的時間 圖層依照順序分別為 主要線條圖層、灰階色圖層、背景圖層 灰階色圖層的人物整體先用白色打底 背景圖層選用深灰色 明顯將這三個圖層區分以方便管理 在灰階色圖層中工具選濃水彩畫筆 採用厚圖的方式來畫人物的深淺顏色 當完成到一個段落 可以將草稿圖層與灰階顏色圖層進行合併 這樣可以更方便整體繪畫的進行 工具除了使用濃水彩 也會使用硬碳鉛筆還有色彩混合來塗抹 除了讓顏色深淺更加明顯 也會將所有細節精緻化 畫插畫不會完全按照真實的圖片來畫 會做一些調整與美畫 並且加入一些想像空間 這樣才會有虛幻的美感 不斷的厚圖增加細節與立體感 我個人就很愛雕塑臉部還有頭髮 所以會花很多功夫在這裡 讓作品更加完美呈現 來畫 camar路 接著我們來畫背景 你用原始圖調整透明度 在上方新增一個塗層畫背景 这边可以轻松描着画 第三个步骤上色 新增一个涂层在最上面 在涂层色彩增值里的选单选颜色 再来可以利用工具吸管 吸取原本图片的颜色来进行涂色 这样的颜色会更加融合自然 完成度高的灰阶稿上色就轻松许多 整体走蓝色调 有种阴暗忧郁的感觉 这时觉得颜色太淡就加深主要灰色的涂层 饱和度自然就会增加 人物涂层与背景涂层中间增加阴影 让人物与背景区隔更加明显 最后再优化 调整脸部刺青与配件项链的细节 就完成了插画显示风格的 SOMI SOSO造型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 如果你想要看我画哪一个人物的画画教学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以及作品的话 可以到我的IG及FB 还有扑波代理 我们就下次见啦 See you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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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